我們要先跟大家做一個小小測驗一下 YouTube大家一定都有看過對不對 那我就要問一下各位囉 平常如果你按下這個 我們都知道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品質 請問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數字越高的代表什麼 品質越好 對不對 這個我都知道 所以我不會考你這個 但是重點是這個數字 它所指的是什麼意思 到底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老師另有引擎 好你就挑一個這單選題 單選題 如果你選好之後呢 麻煩你按上面這裡 有沒有提交結果 這樣就好了 我先等各位一下 我們一起來看大家看看有沒有嘗試 好嗎 我剛剛把這個開放給大家 所以你按一下上面這個重新整理 你按一下上面這個重新整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你也會有一個進度 各位的右手邊這邊會有一個進度 就是在任務的右手邊 你打開 你就可以跟我看到一樣的訊息 好不好 你看上面我們這一題對不對 對大部分人是都回答完了 打勾子代表我回答 代表答對 來點進來 這樣有沒有 都OK了 這樣你知道我下禮拜要講什麼了嗎 下禮拜要介紹玩弄嗎 就要介紹這種 因為這樣不是很即時嗎 好 你看 我不好意思往下繼續看 因為這樣就看到答案 我們看這裡就好 為什麼你們覺得老師有這麼複雜嗎 不能因為我今天教錄影就說 好像很複雜喔 答案當然不可能是這樣 我很單純的 好嗎 那麼 這麼多人認為影片寬度 那當然也是錯的啊 所以正確答案就只有這麼 18.5答對而已呢 它是影片的高度 真的這是常識題 這不是那個 只是因為我們今天要講影片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為什麼要特別跟各位這樣講 因為啊 其實你看喔 我們回去外面這裡看 我們剛剛在看這個的時候 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數值指的是什麼 如果你是這一種的 就是我那個大學年代時候做的事情 這叫做VCD 我大學的時候電腦能播VCD 還要加片影像加速卡 那你再往上一點呢 這個就各位比較常在部落格啊 或者一些影片被放在什麼 那個文章裡面的那一種 大概就是比較常見 640x360 那再往上一點 就是各位這個年代的啦 因為你有看過DVD吧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DVDVCD 好啊 品質比較好 再往上 其實有沒有比720再高的 有 對不對 那只要超過720 你會發現後面就一個紅字 HD 表示這是高畫質的 因為這個是1280x720 這樣了解了 再上去還有一個1080 也就是1920x1080 那這個也是我們目前大部分大家電腦螢幕最常設的解析度 因為這個我們就稱作Full HD Full HD 當然有沒有再往上的 有啊 4K啊 8K啊 現在最高到8K 所以其實你都會找到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所以一般我們要做教學影片 你覺得做哪一個尺寸比較 如果你要幫老師錄的話 你覺得 480 你覺得DVD就好了 這個年代 這位小姐算是比較清潔持家的 哈哈哈哈 反正影片尺寸越大 檔案一定會越大 這是一定的 那一般我們建議這樣 就是你可以用 這個 就是1280以上的 大概1280x720 或1920x1080 那如果說假設我們擔心 它就是 那個螢幕沒有那麼大的話 其實你用1280也是OK 不一定說一定要用Full HD 這樣了解 行動裝置上看的話 它會自動怎麼樣 挑選頻款比較小的嘛 所以那個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說你原始的尺寸 你至少要到達這邊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段影片 只有到這個嗎 因為它的原始尺寸是多少 只能到這裡的 是不是1280x720 也就是它原始輸出 就到這麼大而已 所以YouTube的 就不會把它撐上去了 因為沒有意義 那個放大沒有意義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會發現 有的人好像只能到360 會有人到480 就是因為它原本的尺寸不夠大 好 這樣有沒有 有點震撼一下的 至少你先了解 我們要做的這個影片的尺寸 你閉嘴的一個影片 感谢观看